每週五晚間九點 就在YouTube頻道 記得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等你喔 Good job 小鈴鐺 十一點熱炒點燙夠燥 不嗆不辣不上說 今天的招牌菜 炒海瓜子 炒海瓜子我很愛吃啊 這算國民美食啊 對啊 那炒海瓜子呢 也可以延伸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因為我們今天要講旅遊度假 旅遊度假好玩耶 那為什麼是海瓜子呢 為什麼 因為呢我的旅遊度假的方式就是呢 每到一個地方就開始吃瓜子 什麼啦 有時候還會有冬瓜糖 Well anyway 現在今年的 冬瓜糖也蠻好吃的 來 請了假呢 還要有地方可以去 今天要介紹一個不一樣的玩法 尤其現在大家知道說 國內的旅遊 大家都非常的瘋狂 都在想說我們可以去哪裡 可以玩什麼 寒暑假我們可以帶小孩去哪裡 Destany會運用你的年假 對 這個請假是一門學問 本來比方說放三天假 可是你如果請得巧妙的話呢 比方說你給他請個四天 那就變七天假 可是照這個邏輯的話呢 如果你七天假 那你給他請個二十天 那就變一個月了 對啊 也可以請啊 看你怎麼請 巧妙的請假 對 所以如何巧妙的請假 那如果請好假 要怎麼樣玩得豐富 玩得多元呢 哇 不得了 今天我們的主題重點呢 就在這個啦 是 我們歡迎我們的來賓 好 不得了啦 好 我們的這個導遊群們 還有呢 我們很會吃熱玩樂的來賓 要怎麼請假 我發現其實 我覺得是這個文化的差異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 我們好像都不好意思請假 那個請假好像犯罪一樣 對 請假就好像很緊張 然後覺得說老闆如果不請假 那我也怎麼敢請假 那都不要請假 然後預期要請假的時候呢 一進公司呢 自己就好像烏龜一樣 對對 好像做賊一樣 可是我跟你們講 在國外請假理所當然 真的嗎 怎麼理所當然 就是在美國上班 幹嘛請假 我該休多少就休多少 五點一到我就走人 我九點鐘才開始上班 然後中午休息也是吃飯 十二點到兩點 就是不回公司這樣子 可以這樣 國外很重 個人時間 對 台灣是這樣正常的假期呢 有時候我們在家裡面休息 然後都還是會想公司的事情 對 我們到底什麼毛病 而且都覺得我在家裡面 是不是不對 對啊 因為有的同仁呢 他們放假期間也去公司 處理公務 那我們搞得自己在家裡面 好像我們是薪水小偷 對 好像我們是米蟲一樣 那請假的Pepo很多 那各種方法都有 我一個同事 就是 他算是請假 做得比較謹慎的那一種 因為什麼假 老闆不得不准 家人過世嘛 那家人過世呢 反正他們家已經死 全家人應該都死三次了 你怎麼好可怕耶 這是亂請啊 亂請 因為他待過三家不同的公司 OK 所以在每家公司呢 家裡面的人就會死一輪嘛 所以三家公司總共三輪 好來 因為我們剛剛講呢 就是說請假有很多技巧 那請假要蓋什麼呢 就是要去一些景點 對 那現在大家都很瘋狂 就是台灣的旅遊 然後要很多景點 我們就要跟大家介紹說 上半年必趨的有哪一些景點 比如說我們看 兒童節 兒童節在哪裡 這兒童節跟清明節 4月2號到4月5號放四天 然後有人說這個請假期的天數 有請室休時 所以假單是可以寫 4月6號到4月9號 什麼叫做請室休 請室 本來正常的假期是四天嘛 四天 對 然後你請四天假 那這樣不是八天了嗎 那後面呢 因為又是週六週日 所以這樣等於就十天的意思 那十天可以很好用 那十天可以做很多事了 對啊我們要來問問 陳恩你覺得我們應該要去哪裡 我自己因為我其實 都帶家人啊帶小孩 然後帶小孩就是要去放電 你就是要找一個空曠 好山好水好放電的地方 那我都會選擇那種 可以讓他就是爬到死 累到完全動不了的那種 我們之前就帶他去過花蓮 我這一趟就是要帶他去花東 然後去選的時候其實 我其實上網會一直比價 我就覺得 錢要花在刀口上 所以我們就是想說 好那我就是去哪一間飯店 我就選擇了跟票可以一起買的飯店 因為還有個八折我覺得也不錯 省一點是一點 這是花蓮 因為上一次沒去到台東 然後花蓮其實海岸線真的超漂亮 漂亮 而且很多地方為什麼是只有花東才有 因為那邊是沿岸 所以你可以堆石頭 就帶小孩在那邊堆 其實滿好親情 一個增淨親情的方 一個地方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就帶他去 就去海洋公園玩 因為好帶小孩的地方 就是除了小孩愛之外 其實那邊還滿大的 而且是爬上爬下爬上爬下 他是真的 就是小孩子真的就是要放電 你不放電 你晚上你會很慘 對 真的 現在花蓮好熱門 因為兩個半小時就到 然後有山有海的 對 所以大家都一下就去 對 真的方便 走那個梳花蓋 對 現在台灣人 因為不能出國 好好欣賞台灣的美景 發現以前怎麼沒有停留下來 好好的去享受去體會 對 發現台灣原來是 全世界最美的地方 真的最美 而且真的是非常好玩又好吃 我要問一下斯凱 來 那個花蓮應該要怎麼玩 剛剛講的 花蓮 這個台東 屏東嘛 對不對 那我要介紹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我自己 後來真的覺得很訝異 而且呢 它有一秒就到國外的感覺 真的 你看到沒有 這張照片 這個是墾丁國家公園 墾丁國家公園旁邊呢 它海岸線一邊 有一個叫做龍潭公園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去參加了一個 他們現在社區做得很好 你知道嗎 你可以去參加那種 一日行程 一個人才250塊 他早上一大早有專門的人 帶你去找這些梅花路 這是野生的 梅花路好美喔 野生的梅花路 而且呢 你知道嗎 像我剛剛說說一秒到國外 我去到那邊的時候 我看到這張照片 有沒有 像非洲耶 好美 在肯亞的感覺 有有有 幹嘛去肯亞 這裡就好得很啊 這個風景是 像你看這個手機 都可以拍得到的一個東西 好漂亮 而且呢 它一邊是大草原 另外一邊是剛剛成人說的 海岸線 有沒有看到這個海岸線 好美喔 這個才是真正美的海岸線 這像不像那個意大利的 那個阿瑪菲的那個海岸線 是不是 就是世界 太挑戰了 你不拿這些來 我真的不曉得台灣可以美成這樣 對 而且重點是 師傅 我要去墾丁 我十二月要去 我是不是應該就是去這個墾丁公園 我告訴你 你就到這邊來 然後呢 剛剛說因為你要去看日出 你才能夠看到它的整個的一個變化 然後等到慢慢的顏色下來以後 有沒有看到那個整個海岸線 那整個扣子 非常的漂亮在這邊 而且不但如此呢 剛剛說過了 因為有小朋友的話 更建議來到這邊 因為呢那邊 肯丁國家公園 它有很多不同的社區 像這個我是參加另外一個導覽行程 叫社頂社區 那這個很好玩的就是 我覺得那個導覽員是非常重要的 有很多的導覽員 因為他講太多的 好像是上課一樣 你覺得很痛苦 對 但是有一些 對 你講的 原來導覽員 就是講得很深入 對 可是他又要裝幽默 對 帶我們去看梅花路 還問我們說 小鹿班比的哥哥是誰 誰知道是誰 那就是大鹿巡奇 這還滿冷的 小鹿班比的哥哥 大鹿巡奇 大鹿巡奇 好 來 繼續 所以說呢這個 就是這樣 現在我發現台灣的 有很多的導覽員 他做得很好是 因為他知道我們都喜歡拍照 他知道我們需要的知識量是 適合的一個時間點 對 對 然後他就會停在那邊 告訴我們這些的狀況是如何 而且呢我去到那邊 我才會發現到說 哇 台灣的生態真的 非常的漂亮在那邊 然後呢我會建議大家 放長一點的時間 剛剛說這個大概可以到十天的一個時間 對不對 我建議你至少 因為可能從北部下去 大概你要五天四夜左右 會比較方便一下 而且要慢慢的玩 慢慢玩 對 你才不會覺得說 都在趕時間的那種感覺在那邊 而且你知道嗎 我去到那邊玩的時候 我覺得啦 因為墾丁國家公園太漂亮了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個很棒的一個飯店 而這個飯店最好就是說 我想出去玩就可以出去玩 我不想的話我就待在飯店裡面 好好地享受一下 可是一定要自己開車才比較方便 要不然的話有的時候距離還滿 不一定 現在就對了 剛剛就在講說 因為有一些它可以參加 叫做飯店的一日行程的導覽行程 它有專門的人來接送 另外一種叫iRain 它可以就是等於是說 它可以一地的租車 你知道嗎 所以你可以租一段的時間這樣 所以非常的方便在這邊 然後重點是你要找一個很棒的飯店 那我介紹大家 就在哪裡 墾丁國家公園裡面 它曾經被票選為 全世界十大國家公園裡面 最漂亮的飯店 而且是亞洲唯一的 就是這一個叫做華泰瑞園 我告訴你 真的非常漂亮 而且不但漂亮 重點是它很有東南亞的感覺 它就在那個國家公園裡面嗎 它是講東西附近 對 它在國家公園裡面 對 它有歷史感 那重點是剛剛講說它的整個氛圍 而且你進去的時候 你的度假感覺是很好 你馬上就覺得說 我是在放假了 很放鬆 很害怕就是 你搭了很久的時間 你都還在趕行程 緊張 所以來到這邊建議大家慢慢來 而且我喜歡游泳 所以它那邊有一個 漂亮 25公尺的標準游池在那邊 不只是這樣 而且你剛剛有說的一件事 對 歷史味道 它是我們國家非常有名的 蔣公行館 以前大家都知道 只要是蔣公行館 就是什麼風水非常的好 像日月潭那個日月行館 也是蔣公行館 沒錯 而且都已經是風景絕佳的地方 沒錯 而且我吃到 我跟你講 要有好的住的硬體 吃的東西一定要很重要 那這個我非常推薦大家 一定要吃他們家的牛肉麵 你知道嗎 它的牛肉麵跟一般人不一樣 有沒有 它先來的時候它只有肉跟乾的 然後它的湯再倒下來 所以非常推薦一定要來這邊吃 那除此之外 我跟你講 隔天早上更重要 它的早餐一定要吃 早餐好吃 很多人不喜歡吃早餐 但是我推薦你一定要吃 厲害 特別是這些美美的女士們 一定要一邊吃要當王侯 對 拍照 拍照 在你的泳池旁邊 而且它的選擇 它有中西各種不同的選擇 所以我說你應該這邊住兩天 你今天吃的是西餐 明天吃的是在地的中餐 在這邊的特色 而且你知道嗎 有沒有看到 它的湯粿超好吃的 對 它把當地最有名的肉粿 整個拿到裡面來 所以你也不用到外面去吃 你就在這邊 還有人專門的人在幫你服務 你知道嗎 我更喜歡的是什麼 我剛剛說過 這個是一個 等於是一個高級的 一個精品的飯店的一個感覺 可是既然都已經到了 我們的墾丁這邊對不對 我要推薦一個 我後來發現一個在地人吃的早餐 很有特色 而且連韓國的很有名的團 ESO它都跑去那一邊特別拍攝 它在哪一邊呢 它叫做頂直方 對 而且它就在南門 很有名的 以前看海角7號的時候 南門就在它旁邊很好找 然後這個老闆的蔥牛餅 我告訴你 你覺得它很簡單 酥脆 好多人 蔥牛餅最害怕的是過油對不對 它一點都不過油 而且它該有的酥脆 你咬下去它會有層次 它會有層次感 還有一個很重要叫做白胡椒的味道 白胡椒 而且一定要是南洋的 東南亞的白胡椒味的那個 很講究 我告訴你 超棒的 但是它告訴我 他們家另外一個更厲害的 叫做小龍湯包 那個韓團就是專門去拍這個小龍湯包 然後要搭配上它自己的手中的辣椒醬 我要跟它買辣椒醬 它都不讓賣 辣椒醬不賣 你只能來這邊吃而已 那你就又便宜 你喜歡吃辣椒醬 CP值又高 然後在地人推薦 絕對沒有雷 對 所以推薦大家 應該趁這個 所謂的親民的兒童的這個長假的話 可能也可以帶小朋友來這邊度 對啊 你跟我們分享你的 你的私人行程 對啊 對 又有網美拍照的地方 而且整個被它講下來 你這樣後面的人怎麼講 我跟你講 我們的節目 我們的節目 光復 光復 光復臉都歪了 光復 光復永遠都有新花樣對不對 我們節目太棒了 因為我們有各種的這種秘密的 行程要跟大家分享 而且我們是不常識的 你們不要跟我們講 而且厲害說導遊果真是導遊 他只是憑照片跟一張嘴 講得比我們親自去還好玩 天啊 光復來 輪到你了 光復 不要輸給世凱對不對 加油 光復 沒有問題 謝謝 不要讓世凱笑你那個對不對 光復也是講墾丁嗎 對 我講墾丁 我主衷下墾丁 對 因為其實墾丁一般大家會想到 我們就是在玩水對不對 雖然四月份也可以開始玩水 可是我可以推薦 如果說你真的不想玩水 因為有可能有老有小 一起連假出來 家庭 Family 不適合去玩水的話 你可以在哪裡 可以避開墾丁大街 好 我們去恆春 恆春市 恆春市 恆春市區最有名的這一家 道地的薰鴨肉 這邊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亞洲五十大最有名的最好的咖啡廳 排名第十年 我喜歡 我跟你講 這真的是 光復講的是對 最近我發現我們都不能出國 我有一群朋友專門研究咖啡豆的 說台灣真的是有各式各樣的 世界冠軍的咖啡 然後現在有很多那種老闆 都是開在那種就是 你覺得好像很不欺言 有一點像小文青這樣子 然後裡面弄得很有風味 然後咖啡簡直是好喝得不得了 你說這個是排名第幾 排名第十 第十啊 厲害 你看看這個在樹旁邊的一個屋子 它就是一個百年的那個 那個鳳凰墓下面的一個廢墟的工廠 以前是做麻繩的 對 然後它把它上面蓋起來 變成一個玻璃屋 就在裡面喝咖啡 哇 好棒喔 王美打卡景點就是 可能承恩需要的王美打卡 我要去 我需要 那外觀看起來好像還好 但它裡面是不是有什麼 它裡面光打下來那個光影 這樣很棒 非常棒 這種一看就是 你如果PO在IG上的話 會有很多人按讚 真的 非常多人按讚 然後就下午的話 就帶老婆媽媽在這邊 然後這邊吃喝完之後 過條街隔壁而已 它有一個倉庫 它直接改裝成為這種 那種樹屋 鳥巢的一個酒吧 晚上可以繼續喝 因為一般來我們會尋找 我們晚上可以搭起小桌的地方 對 可是你會發現肯定大街也很亂 嗯 肯定大街也很亂 而且沒有這麼適合 所以這都在恆春 這在恆春 它都在附近而已 都在附近而已 而且那個地方非常大 那個倉庫整個非常大 你可以這邊喝完啤酒 然後去旁邊買炸雞 買完炸雞 然後去買其他的東西 太棒了 也可以去夜市旁邊 把東西買進來吃 然後整個就可以在這裡面 然後感覺就在輸 就是我們兒童時候的夢想 然後就可以直接做一個晚上 就像南洋的那種度假的感覺 很棒 很棒 所以這個是推薦給大家的 太好了 他講的也是 完全不輸給世凱 對啊 就是 他講的很多那個秘密景點 就是我們到國境之南 那個除了大家熟悉的墾廳之外 原來恆春這樣一個鎮 也有這麼好的美食 跟這麼厲害的一個咖啡屋 我跟你講下一個也厲害 要跟我們講這個福壽山 福壽山怎麼玩 福壽山在哪裡 現在應該是這樣說 那個福壽山 就在梨山的上面一點點 南投在上去 因為我只聽過福壽羅 福壽山 福壽山我好像也沒玩過 南投是不是 南投 然後我現在介紹的這個是秘密的星空 我這個簡潔有力只有兩張而已 小孩最喜歡看星空 黑白 那因為現在河灣山 所有人都在河灣山看星空 結果跟菜市場一樣 車子的光害根本看不到星空 所以我很建議去福壽山 因為四天三夜 你四天三夜要去哪邊 就到人少的地方去看星空 那你看一下 它這個星空是可以看得到銀河 很厲害耶 銀河 是星空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星空滿天星 這下面 這好美 我們跟妳講還追什麼綠光 不用追了 我們就去福壽山看星空就好了 而且這裡完全沒有光害 而且人少 因為它稍微有點遠 乾淨 那問題是福壽山有地方住嗎 有 福壽山它其實有一些 應該不會住公寮 沒有 有小木屋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我覺得如果真的要看星空 我覺得露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而且那邊也算是全台灣海拔最高的露營區 然後那邊人真的不多 重點是你看光是這邊一點點 這樣是離山的光害 但是拍起來就很漂亮 我要補充一下 因為剛剛講到這個星空 對 福壽山真的很漂亮 但是我會建議一個地方 大家通常四月份的時候不會想要去那邊 但是非常棒的一個季節 因為第一個人沒有很多 但是它也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星空 它叫做綠島 綠島 而且是綠島那邊看到的是整個銀河 有沒有看到 隨手拍就是這樣的一個照片 重點是綠島它因為它很小 這真的是拍下來的 對 這不是你網上加的照片 不是 就坐在前面 好厲害喔 因為它在燕子洞那一邊 那我們綠島的話它不大 騎摩托車一圈大概是幾十分鐘 你就可以 到了晚上以後我建議大家 因為它沒有光害 你就到那邊去拍 那現在的手機都有那種星空模式 你知道嗎 馬上就可以拍到這樣的一個照片在這邊 而且你會發現到說綠島的這個夕陽 隨便拍也是 手機一拍就是這樣的照片 而且重點是你不用到處跑 你就在你住的民宿的對面的河堤上面 它就是這樣的一個畫面 而且去到那邊呢 你如果懂的一些小技巧的話 你會覺得那一邊像魔鏡一樣 有沒有 那個像幻境的一種感覺 你腳去一點一下 它會一圈一圈一圈的 照片太厲害了 對 然後既然來到的綠島 對 除了看星空 除了看夕陽 一定要潛水 台灣的潛水 哇 綠島潛水太漂亮了 是很美 而且有機會的話 你有沒有去過 潛水沒去過 海水溫泉我去過 潛水真的很美 超日溫泉那裡是非常的棒 那我會建議有機會的話 趁現在反正不能出國 你來這邊做什麼 去考潛水執照 你考了潛水執照以後呢 以後到國外各地你都可以潛水 說到這個以前呢 不是還可以出國的時候 我們大家就到冬天都瘋狂滑雪 每一個人都帶著小孩 然後準備很重的器具滑雪 現在大家封什麼 就是潛水 每一個我認識的家庭 都是那個爸爸媽媽帶著小孩 去潛水 考潛水執照什麼 我在想我還能夠撐多久 我是不是也要去考潛水執照 你看到這樣的照片 應該是時候了 那你要不要一起去 而且我跟你講 下去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樣的照片 好美喔 是不是 要不要去 可是我怕水 我跟你講潛水跟游泳的那個水 那你這個跟有人說要學跳傘 結果怕高 對啊 可是被那個氧氣 我就會有壓力 你覺得OK嗎 OK的 真的 而且重點是因為 他們講中文教你 所以你會有很 那種安心感是很強烈的 他們講中文教你 他才不安心耶 就是要講英文教他對不對 他也有 他也有 我不會 我這麼聽得懂 OK 因為綠島這邊是國際知名的潛水點 所以他有很多的外國的客人也來這邊 可是真的綠島 因為全世界有很多專門玩潛水的人 都是會飛到以前都會飛到台灣 專門去綠島跟蘭嶼去做潛水 對 以往有要講蘭嶼 對 因為我現在就想說 你們他們講了很多地點嘛 那這個地點其實中和你可以看到的星空 應該是全台灣最乾淨最美 最銀河帶最漂亮的 然後你說如果說看海的話 我覺得其實在蘭嶼它有一種特別的蘭 叫蘭嶼蘭 是別的地方完全比不上的 先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它的棉月線以前其實是鐵道 是雲送檜木的鐵道 就是智希接收 所以我們走的時候 其實走在它的鐵道上 有七層樓高 然後是懸空的 你必須要這樣走 然後拍的時候是非常漂亮 然後這個時候大家就會 網美照拍完之後 就會HASHTAG一段字 我在世界鏡頭消失了 你會不會抓住我 所以它這個旁邊是山 就是 是懸空的 是七層樓高的懸空 這有點刺激耶 然後你說如果說看海的話 我覺得其實在蘭嶼 它有一種特別的蘭 叫蘭嶼蘭 是別的地方完全比不上的 那剛好四月份的季節 因為那個時間點 清明節大家不會很多人去玩 那它也是從三到七月有個飛魚祭 你可以在海面上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魚在這邊跳來跳去 然後延伸的部分它有祭點 這個是小米祭的時候 就是三到七月 它是整個飛魚祭的祭點 那為什麼在四月的時候去呢 因為那個時間點是 最漂亮 最舒服的季節 然後人也最少的季節 然後當然你去到那邊可以很放空 因為它四面都是海 那你出來就看到那個風景很美 但是其實說你要把它玩得很豐富 它也可以玩得很豐富 這是它的海面 很漂亮 這是它的草原 然後你看它那個礁石的地底情況 這個蘭嶼蘭真的與眾不同 對它完全不輸國外 然後呢 就是有船 你們剛剛講到的潛水 這個就是船潛 它就是包船出去 然後在對面可以看到小蘭嶼 然後那個水其實非常透 因為我從上面往下撫拍 至少十層樓的高度 你都可以看到很清澈能見度 然後這也是它的那個 它那個水的顏色很漂亮 那當然不是說只有看海 看沿岸 它有很有名的 這個是它的 我們往那個燈塔上面的那個小路 你可以看到它底下的沿岸 那這一區呢 最近蘭嶼的富裕做得不錯 去潛水居然已經可以看到海龜也回來了 因為以前你要講說什麼水清則無語之類的 但是蘭嶼有 對 水清無語 對 但是蘭嶼有非常厲害的 幾個世界級前典 你在這邊都看得到 然後大家喜歡去的那個東清秘境 很有名的就是我們一定要去滑 拼板舟 所以它其實親子很適合 獨木舟 對 它是拼板舟 跟獨木舟是不一樣的 它是二十一塊板拼成的 有點特別 然後早上可以在這個地方看 看日出 那我為什麼說親子也可以帶著去的原因 是因為父母可以很悠閒 浪漫的牽著手 對不對 散步 然後小孩可以滑船 他都有教練帶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你沒有陪著花 它有限制年紀嗎 因為我小孩才四歲 沒有 它其實父母如果有上 教練就會在 你不可能只丟一個孩子給教練 還包育嶺就對了 對 一定要一個父母帶著 對 而且就是 就是你可以去那邊 現在去蘭嶼的交通方式 有拿幾種選擇 是不是要坐船 可以坐飛機對不對 其實蘭嶼的選擇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你從台東過去 一個是從屏東過去 那你在台北到台東或到屏東的方式 你可以選擇飛機或高鐵 那台東到那個蘭嶼的部分 它有小飛機 那因為小飛機只有18座 所以基本上你會比較難進行 但是因為在去年開始 他們的蘭嶼跑道就在修整了 今年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應該在明年未來 你就會完成大的跑道 所以它大型的飛機就可以進去 那就方便多了 對 我們剛剛講的是 兒童節大家建議去的地方 再來就是端午節 端午節就是六月的時候 六月十二到十四放三天 那你寢室可以休久這樣子 寢室休久 就是你要稍微運用一下 應該過完端午節也不用來上班了 真的 變長假 其實可以了 我要問問依依端午節怎麼玩 其實也不用起那麼多天 我今天推薦的這個是四天三夜 因為大家都是全面專家 大家講可能覺得執行度沒那麼高 但我們這個是 我們自己從訂 然後申請登山證 到訂小木屋都是自己完成 所以這個是我相信我做得到 大家也做得到 就是阿里山的棉月線 對 因為我覺得阿里山是因為 棉月線 對 就是睡在枕目上看著月亮 所以是棉月線 像我們這次去的時候九個人 有七個人都是人生第一次去阿里山 對 我發現阿里山真的很漂亮 這麼慘 不是 因為阿里山太遠了 阿里山真的很遠 阿里山以前就是我們家的後院 因為你是嘉義人 從我念了高中再上去 沒多久就有阿里山了 可是你有沒有帶你女兒去過 有沒有去阿里山 那倒是沒有過 對嘛 那就是了 所以這個體驗子 可以從你女兒的眼中 又看到新的事情 先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它的棉月線以前其實是鐵道 是運送檜木的鐵道 日記時期的時候 然後它現在因為荒廢 所以讓大家變成登山步道 所以我們走的時候 其實走在它的鐵道上 對 然後它就會走在 它其實最後一個二十二鐵道的時候 然後是有七層樓高 然後是懸空的 你必須要這樣子走在那個鐵道上 會不會危險 拍的時候不會 其實它的鐵道滿大的 然後拍的時候是非常漂亮 然後這個時候大家就會 網美照拍完之後 就會hashtag一段字 然後例如說 我在世界鏡頭消失了 你會不會抓住我 所以它這個旁邊是山 就是 是懸空的 是七層樓高的懸空 我的天啊 漂亮 這有點刺激耶 對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它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一開始去的時候 覺得執行度其實有困難 但其實大家都是很快速的 就穩穩的就走過去了 你腳應該會發染吧 站在中間沒有任何的遮攔 不會 我看到女生有個厲害 是當你拍照的時候 你什麼都感視都爛 拍照的時候 再危險的姿勢都可以 就是很漂亮 然後因為它其實你看 它還有這種 以前的那個空橋的感覺 然後大家可以坐在懸崖邊 然後拍照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 再又take了一段文字就寫說 最好的感覺是 即使你們看透了彼此 卻依然堅定地 站在彼此的身邊 就是很文青的感覺 很文青 然後很漂亮 對 所以那時候 這些都鬼話了 對啊 你不懂啦 你是懂現在的人 我們需要這種心理激發 而且我覺得美里姐 一定會喜歡是因為 阿里山其實有很多 暴動的小木屋 然後它的小木屋 是跟北海道很像 它是那種全部都是木頭的 然後外面還可以 用個火爐 然後大家就好像以前 看下雪的感覺 但我們就是在阿里山 烤棉花糖 對 然後這樣烤棉花糖 但是而且阿里山的話 它一個山頭到一個山頭 有可能要一個半小時 所以我覺得四天三夜剛剛好 而且五六日一 或是六日一二 我建議大家是六日一二 因為像我們去阿里山的話 就一定會去嘉義玩嘛 那去嘉義的話 大家一定會想要去吃 林聰明砂鍋 有 但是林聰明 像我們那時候是假日去 而且林聰明還真聰明耶 為什麼 因為她就是 她應該賺班了吧 真的賺班了 她就是這麼聰明 她會發明出這麼好吃的一種 真的 第一次看到 砂鍋魚頭是需要抽號碼牌 人如其名不容易 你們想說廢話林聰明 當然很聰明啊 小優有優嗎 小優也不優啊 不要這樣說 然後會選擇端午節的時候去 是因為其實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 有個慘痛的經驗是 我們去的時候是梅雨季節 所以你去登山的時候 就很容易下雨 我們九個人的時候 有三個人的鞋子都開花了 因為我們就是突然大雨滂沱 走了三分之一之後 就開始下大雨 可是你一定要走完它 不然我們都申請登山正進去 喔 對 現在明月聖是必須要申請 才可以進去的 沒有申請是進不去 沒有申請要罰二十萬 就是如果被抓到的話 所以建議大家平日去是因為 像我們假日的時候 現在很熱門很難申請 我們是提前兩個半月才申請得到 但是平日的話 我朋友也有三個禮拜前就申請得到 所以其實建議大家 六日一月的話 你可以一二的時候去爬 對 然後因為端午節的時候 比較不會下雨 就不會遇到我們說大雨滂沱 鞋子開花之類的 而且還可以立蛋對不對 對 你可以帶著去阿里山 因為真的很多人去那邊露營 就去那邊爬到一半露營 再下山 所以很好玩 很棒很棒 一一有分享很多人給我 對啊 沒想到我的故鄉 那個嘉義然後阿里山 因為阿里山 有一陣子被當作是 歷史的景點 歷史很好啊 就是你如果交了一個女朋友 我帶你去阿里山 會讓她笑到內褲鬆掉 但是呢 阿里山 現在又流行回來了 阿里山的價值呢 重新被一一挖掘出來 然後推廣給大家 我代表阿里山 向妳說聲謝謝 謝謝同學 阿里山現在是小文青幾點耶 一定要去 好不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元旦的假 1月1號到1月3號 放三天有寢室休酒 又來休個9天這樣子 我們要問一下光座 而且元旦是重點假期 這個地方我規劃一下 可以去哪裡跨年 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會去離島什麼什麼 很多地方嘛 可是它已經冷了 所以在本島來講的話 第一道曙光在哪裡 在台東的太馬里 Yes 我就是想去台東 快點 我要去 在台東的太馬里 對 而且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一般我們在訂房的時候 會擔心連假訂不到房 對不對 我們在看訂房網 訂房 看到已經沒有房間了 可是事實上你要試著 打電話去給飯店 Yes 我都是這樣子 你要打電話給飯店 你要直接跟它訂 而且還有更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安遜旅遊2.0 從10月31號之後 它會就是有400家的飯店旅館民宿 你可以先上網去申請 你入住的時候 它會可以折500塊錢 而且不限次數的 它是不限次數 也不限人次的申請 11年熱炒店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元旦的假 1月1號到1月3號 放三天 有寢室休酒 又來休個9天這樣子 我們要問一下光座 而且元旦是重點假期 這個地方我悲劃一下 可以去哪裡跨年 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會去離島什麼什麼 很多地方嘛 可是它已經冷了 所以在本島來講的話 第一道曙光在哪裡 在台東的太馬里 Yes 我就是想去台東 快點 我要去 在台東的太馬里 對 第一道曙光在太馬里 不在太馬里隔壁喔 太馬里隔壁也有照到啦 太馬里隔壁真的有一個大籃橋嗎 是嗎 還有 還有一個軟山橋 除了這以外 那一天晚上的話呢 跨年晚上還有一個很重點的節目 就是阿妹的演唱會 現在影票男球男人都不知道 已經開始有新聞出來 它不用票的 它不用票的 它直接去那個海濱公園 你直接早點去排隊就好了 就在這個鳥巢前面 它是國際地標 在前面排隊就可以了 不過也不用太早 因為它是跨年 所以你大概就是十點 大概十點左右去 停十一點到十二點 後來倒數就可以結束了 我覺得阿妹在那裡 我們可能六點就要開始排隊了 有可能 也有可能 你喜歡阿妹喔 因為那邊的地方真的很大 為什麼我會推台東 因為台東的地方就是 它不怕塞車 而且它地方真的很大 為什麼會不怕塞車 因為地方大 人去一去它全部稀釋啦 我覺得台東現在是各種美 真的是美到不行 那當然是你會擔心 連假的時候人車多對不對 那你海線的話 可能車會比較多 但是如果你排三線的景點的話 三線的路是比較大條的 然後其實是可以避開車潮的 那你如果去台東 你會經過花蓮 你可以順便花蓮一起玩 那其實它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你要早上八點鐘 之前你要通過那個水稅 那你在中午的時候 就可以到花蓮太魯閣 你就沿路玩下去 所以你這樣到台東來講其實不累 然後安排住宿的部分的話 其實台東有很多很特色的風呂民宿 不錯 我現在推薦這一家就是很像 法式鄉村風格的一個民宿 然後它最厲害的不是光它住而已 而是它的吃 因為它本身來講 它有在做法式藍帶甜點 而且每一個甜點大概成本 那個費用大概在100多塊錢而已 現在很多這種什麼秘密 什麼米西林餐廳 都是很難訂的 結合在一起就是它藍帶的甜點 又跟住宿 然後早上給你吃道地的早餐 然後它的價格真的不貴 一般平常假日的話大概2000上下 可是廉價可能稍微再高一點 對 而且跟大家講一下就是說 一般我們在訂房的時候 會擔心廉價訂不到房對不對 我們在看訂房網 可是訂房網常常看到已經沒有房間了 可是事實上你要試著打電話去給飯店 它會有保留房 你要打電話給飯店 你要直接跟它訂 地方網沒了 可是打去飯店可能會有 因為飯店它放給不同的那種網站 大概就是幾個房間 它大陸的房間還是自己保留 所以你不要看到什麼APP上面沒有 你就是一定要不死心的打電話 到那個飯店去說 我就是要訂這個房間 它都會有房間 這也是一種屁股 而且還有更重要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安心 安律旅遊2.0 從11月31號之後 它會就是有400家的飯店旅館民宿 你只要上面有登錄有名字的 你可以先上網去申請 你入住的時候 它會給你折500塊錢 而且不限次數的 它是不限次數 也不限人次的申請 然後因為晚上才那個演唱會 所以你下午的時候 就可以究竟在正氣路上面 有幾個在地人當地吃的 花生湯 這個是湯圓 但是它是用切的 它不是圓的湯圓 它是非常好吃 在地人一定吃的湯圓 看起來很Q欸 對 非常好吃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臭豆腐 最有名的林家臭豆腐 我的最愛臭豆腐 這家臭豆腐是有加九層塔的 九層塔 真的 我沒吃過這種口味耶 它是非常爽口的 你說在哪裡 這個在台東啊 這台東 台東的市區 所以就吃這兩個 一定要吃的 一定要吃的 對 一定要吃的 那那個扁食是在哪裡 扁食在花蓮 OK 抱歉 對 我要推薦的飯店 早餐就會吃到花蓮的本扁食 你有吃過那個扁食嗎 你也有吃過 扁食好吃啊 就是裡面有獎金果照片的那個扁食 全台灣只要掛上獎金果的照片 都是厲害的 像那個萬嵐豬腳 那個海豪有沒有 萬嵐豬腳真的好吃 那還可以冷凍買回來這樣子 真的津津有味 金果先生振興我們那個 民生經濟是很厲害的 然後早上如果你跨完年之後 早上你是不是已經倒數完了 看完曙光了 你可以在太馬里裡面可以看什麼 就是多良車站 這個是全台灣最漂亮的海岸車站 因為它類似就是像 身影少女的拍照景點 就是如果是提醒看的時候 就是身影少女 往上往下看像這張照片的話 它就是最美麗的海岸火車 它可以坐嗎 這個火車 它可以坐 你在早上看是比較好的 你坐的話 其實這個站是沒有停的 它是從那個金輪站這樣開過去 它沒有停的 但是這樣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這個時候元旦去不會冷 天氣OK 還是會下雨 台東就是風稍微大一點 它的緯度其實基本上 是跟南部的緯度是一樣的 台東基本上偏熱 對 是還OK的 然後晚上的話 推薦住宿的話 最推薦的是住資本區域 資本區域 對可以泡個溫泉 其實滿享受的 然後另外的話 你白天的話 要特別可以預約一個地方 這地方也不會 也不會塞人 為什麼 因為它是限量的 它大概一個 有兩梯次 每個梯次大概五十幾個 六十幾個 它就滿了 然後這個地方叫做 是成龍在拍十二生肖的時候 它為了要在森林中追逐戰裡面 它找遍亞洲所有的森林 它終於找到台東的孫生部落 選到這一個 因為它這個地方看起來就像阿凡達 真的耶 有沒有 然後因為這個地方是百榮樹 它本來就會盤根錯節 那因為它的可能子 它的子的虛根長大以後 可能比母根還要大 所以大家會以為說好像是 樹柱有移動了 所以它號稱叫做 會走路的樹 會走路的樹 對對對 然後那邊我們也可以拜祖林 然後甚至還會在樹根跟生命之岩之中穿梭 攀岩 然後中午再吃用柴火燒的自助餐 就山豬肉烤雞 然後野菜這樣子 非常的養生 然後吃完以後還有倒麻糬 倒麻糬最好玩啦 對 因為你倒完麻糬以後你發現說 你這一輩子大概都只能吃手工倒出來麻糬 因為手工倒出來麻糬跟我們一般外面賣的那種 不一樣 完全的不一樣 然後另外的話我還推薦大家 如果你有帶小孩的話 你可以去出路牧場 對 就是最近開始紅起來的景點 因為這個景點來講的話 第一個 它風景非常的大 就是很遼闊 漂亮 而且它在山坡上面 在台灣難得在山坡上面的牧場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有大概全台灣最好吃的牛奶松 你說哪一個牧場 出路牧場 出路牧場 對 還真好吃 真的好吃 那個味道很濃郁 OK 好棒喔 小孩超愛的 比方你要跟我們分享這個宜蘭 宜蘭怎麼玩 因為二到三月那個假期 剛好是宜蘭採果的時間點 就是我們都知道宜蘭最有名就是金棗 對不對 然後我覺得這個也是親子可以去 因為就很放鬆 你這去個四天三夜三天兩夜 你什麼事都不用自己安排 因為它現在很流行社區協會的那種旅行 然後這個是一個我覺得 伊伊一定很好拍 它就是很多多肉植物 然後很療癒 然後你看這個多肉植物 它可以做成蛋糕的形狀 好可愛喔 然後這個也是 它就有很多這樣的盆栽 所以你就可以帶小朋友去 大人可以拍網美照 然後小孩你可以做這種多肉植物的DIY 這是它其中一個品項 好那你也可以去採果 好然後呢 看不同的季節 它有不同的水果 可以做DIY 可以做DIY 那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我們平常知道那個食肉植物嗎 對 食肉植物就是那種豬籠草 會吃的 會吃昆蟲的那種 對 好那在那邊有做那種生態導覽 好這晚上的時候 好那最厲害的是呢 你做完導覽之後呢 有一個東西大家一定沒有吃過 小朋友一定會覺得很新奇 好 豬籠草果凍 豬籠草 這是可以吃的 豬籠草不是 會吃 那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我們平常知道那個食肉植物嗎 對 食肉植物就是那種豬籠草 會吃昆蟲的那種 對 好那在那邊有做那種生態 生態導覽 好這晚上的時候 好那最厲害的是呢 你做完導覽之後呢 有一個東西大家一定沒有吃過 小朋友一定會覺得很新奇 好 豬籠草果凍 豬籠草 這可以吃喔 豬籠草不是 會吃 吃昆蟲的嗎 對 豬籠草吃昆蟲 我們還吃豬籠草 但是它的植物裡面有一些就是酸液 好然後你可以做成果凍 然後呢 它還有就是在那個整個社區發展裡面 它還有那個抓蝸牛比賽 我還問了他們說 那大人 那個小孩不會怕 他說沒有怕的都是大人 然後小孩他們就會比賽去抓蝸牛 然後蝸牛可以做那個步道爬行比賽 我的小孩每一次去露營什麼 他就一看到這種生態 他們就發瘋的喜歡 可以搞好久爬在地上 跟蝸牛一起 對所以你可以一天參加它一種活動 然後其實我最喜歡的是 保證你現在沒有人去 因為我才剛回來 然後它現在才剛開始進行 它是一個全新開發的行程 就是有沒有像我們去歐洲的時候 不是很喜歡在那個莊園 然後吃戶外的晚餐 好那時候其實我們還蠻擔心說 因為冬季到過年 就是到二月的時候 它很容易下雨對不對 我覺得那個地方實在太貼心了 你知道它居然場地是做兩個場地 都是戶外 但是一個是有棚子的 一個是沒有棚子的 所以它就根據天際 你可以在兩邊選擇場地去吃飯 完全不會進行不了 然後最厲害的是因為 我覺得它的餐很厲害 你很難想像說在農家裡面 可以做出那麼精緻的餐 這是它的其中一個料理 就是玉米筍然後南瓜 然後還有那個秋葵 它的那個我們講的就是它的湯品 其實它的調味做得非常厲害 然後還有這個樂牌 這個樂牌看起來 因為它就是58度高粱點火 然後直接炙燒 然後吃起來味道剛剛好 然後我們大家覺得 最厲害的是這一道 這是什麼 看得出來是什麼嗎 烤飯嗎 胡適 胡適 不是 因為我們一道完整的料理 是不是要有肉 要有什麼 要大魚大肉嘛 對 這是魚 這是魚啊 對 然後它上面用的東西呢 就是有洋蔥啊 然後還有就是在地的那個金棗 還有它把蛋蛋黃 就是蛋切成的蛋末 金沙蛋 還有自己做的那種醬料 然後就在底下的時候就是 它是魚 它是魚的部分 那你這樣一天行程結束之後呢 完美 是不是很飽足 那你就要訂飯店對不對 那我就會推薦在那邊找 因為它現在其實很多的住宿 尤其是五星級飯店 你今年一定要開始訂 因為我已經在作業明年的一些團體 然後通通都從 明年通通都大幅漲價 都大幅漲價 漲價百分之多少差不多 一萬塊的房間漲有一千塊 哇 對 漲有一千塊 所以要訂就要快了啦 10% 要訂就要快了 對 而且 我在網路上還有找到便宜的價錢 然後但是喔 要下訂的時候 它就跟你說你要快喔 因為明年的時候 我們醫院這些價錢都會關閉喔 我們都會全新上加新的價錢 對 現在都這樣 一定要記得趕快 所以要安排就要趕快安排 我這個週末就要回家 趕快訂名的新產 好 Kiwer桑 你說在去哪一裡 哪裡可以看到梅花路 其實在清淨農場 各位你看一下這在哪裡 喔 日本 所以這個基本上 我們這種四天三夜的連假喔 漂亮 最適合去這種地方喔 去放鬆 然後呢這個地方 感覺就像歐洲的這個城堡 很像 然後這櫻花絕對不輸日本 然後這個地方 而且海拔高 空氣又好 那這個地方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而且這個民宿喔 它是城堡民宿 它只有四個房間 一個房間都五十幾坪喔 哇 五十幾坪 然後又可以看日出 然後雲海就在旁邊 你說這個在哪裡 這個地方在清淨農場 不用到日本就可以看到這樣的櫻花 很棒 那接下來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啊 你看 這個可以餵梅花露 在櫻花樹下面 好可愛喔 好像就是在 你知道奈良 可以餵梅花露 可以去碰它嗎 它可以碰它 然後還可以餵它 而且這個民宿會準備它的食物給客人 你不用買啊 去餵食喔 然後就在櫻花樹下 然後一往後看 那城堡又好像一人轉到歐洲 往前看是日本 對 所以這個地方真的很棒 蠻厲害的 那當然他們 因為梅花露它是 他們在 等於說在養這些梅花露也很用心 所以他們基本上 它的梅花露型都不會太大 它體型都不會太大 小小的 那還好 現在有一些地方 觀光景點去餵梅花露 梅花露都好兇猛喔 然後又大又飛 那個就比較野生 野生喔 那他們這個自己 那個人工飼養出來的 對 然後明星片買一買之後 它這個在淵豐有一個暗空公園 可以有一個星空的油桶 你直接可以去寄 寄給誰 寄給自己或朋友啦 寄給自己 寄給自己 寄給誰後 寄給自己後還要去挖出來 沒有 它這個就是寄給朋友或自己 但是它是說 因為看完那個星空的感想 但是這邊當地當然你就要 再淨淨買完這些明星片去投地 我覺得這個是 今年才剛出來的 那也太麻煩 就傳訊息就好了 對 傳訊息就好了 你不懂了 帶小孩這種不同樣的體驗 還是一個浪漫 就發個mail嘛 對 那淨淨住完其實往上 到梨山 有個地方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叫一個叫千英元 還真不知道 比福壽山還冷門 這個千英元厲害了 就很像日本的新宿醫院一樣 它總共大概有16公頃 但是有6公頃在種櫻花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還飛去日本看櫻花 不用去那邊看 而且 你可以早一點去 對 這邊 它從1月20號一直到4月初 它有不同的櫻花會開 所以最厲害最好的時間 如果你在廉價 我們這次的廉價裡面 基本上都可以看到櫻花 對 那這邊的櫻花總共有6千株 6千株 我也不早講 而且呢 我們都不曉得 伊伊你快點去 對 因為平常去日本追櫻花的時候 就4天 你有時候到的時候花都寫了 就人在日本很近 你看喔 我早點去的時候還有貓咪 然後用手機隨便一拍 這是真的貓 這是真的貓 我沒有帶大家去 他們當地的一些他們在養的貓 在那邊活動 那你就拍一張 就好像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對 然後呢 他另外你看他這邊喔 其實 一看 真的很密集 看起來真的好密集喔 好粉喔 真的 什麼時候開始開櫻花 基本上我們這一次去拍的時間 大概在2月20號左右 櫻花盛開大概就是都在那個 2月3月 2、3月的時候 正常是4月 但是台灣因為有三櫻 三櫻我大概1月多就會開 那2月合金櫻就會開始開 然後就一直延伸 然後就一直延伸 要啊 試看你會去吧 你不要別人講了你就不去 對啊 你要帶我們去拍這些照片 我下次介紹你一個新竹的 那個秘密的花園 完全都是開門的 新竹有什麼 皮特更厲害的 而且時間更早 新竹就有啦 新竹也是勾心鬥角 好黑暗喔 新竹就有 真的 新竹就有了 新竹就有幹嘛去那個什麼 沒有 不一樣風格 所以為了證明我有去 這我也拍了一張 但你拍照技術真的要精心 臉是黑的 看不到人 人家四凱對不對 每一張都是美照 都美照喔 對 你要帶個光啊 你相機要不要換好一點 都得了了 今天這個所有的旅遊達人 都給我們介紹很多美的景點 真的耶 害得我們大家就是迫不及待 要回家好好的規劃 大家不要跟我搶喔 對 我要先去他們剛剛講的所有地方 而且台灣真的很美 任何人你如果說你了解台灣 那就表示你根本不了解台灣 因為台灣太多地方太多美景 是你沒有去過的的 我覺得對 大家今年可以好好運用這些連假 還有這些好好休假的方式 然後帶小孩規劃出去親子旅遊 真的是在這個非常詭異的一年 我們還是很幸福 對 然後能夠跟家人跟心愛的人在一起 大家平安的看看台灣的美風美景 然後美食 大家支持國旅 愛來刺激我們的觀光的經濟 因為我們就是愛台灣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